哈啰 大家好 欢迎到YA Diary 我目前的位置呢就是在我只在乎你的视级现场 这次在会场还有碰到文具蓬蓬们 虽然说没有来得及准备蓬蓬小卡交朋友 但还是获得不少小卡片哦 又遇到准时收看YA Diary的可爱蓬蓬们 真是太愉快啦 Moleko小画室依旧是必逛必买 这次的系列依旧是很疗愈 从纸胶带 贴纸 到印章是印记权 萌萌的小可爱动物们不带一只回家这可不行 还记得我们上一次的小玉新品四列吗 在这里除了纸胶带之外 还可以看到漂亮的小卡 以及现场让我们盖的印章们 依然是很美 散发出欠买的感觉 这里是一群可爱的胖胖小动物们 各种淡妆的某某小动物啊 让我忍不住马上抓起它们来细细端详 这边的范列啊贴了很多文青风格的纸胶带 风格啊算是蛮简单的 字体很秀丽大方 旁边这里还有它们的小可爱企鹅 小三星长被美丽花草门陈列着 搭配木植柜 真的是很美 很有气质 拼贴是一定要来个极卷的啊 在之前抢先看有介绍过贴极 风格就是这么的华丽又吸睛 连桌布都好可爱耶 好的 各位我现在已经回到家了 我们就准备来开箱看一下 我今天买了哪一些新的战利品吧 这次购买的战利品啊 有纸胶带 还有各种素材 在马六口小画室啊 我入手了三卷纸胶带 还有可爱的兔兔印章 首先是我之前是赞不绝口的 甜点饼干小兔兔 终于可以拥有这一些 精致无比的点心盒 真的真的很希望 可以有实体版本可以买来吃 再来还有胖胖的小动物们 各种味装成食物的样子 是不是很萌 这么可爱的东西 你吃得想吗 第三卷是美丽的花树和花篮 这里面有很多色彩 以及种类的花朵 每一层啊都具有自己的特色 十分吸睛 最后呢 是我满额抽到的 宽谷小兔子印章 这刚好是我五个里面最喜欢的耶 以及我花了一百块钱 扭到的越界好兔兔 刚好都是想要兔子 都抽到兔子啦 真是愉快的收藏 小玉的贴贴事件呢 我入手了真情有介绍过 充满紫色氛围的薰衣草 鼻处很柔美 色调很饱满 而且元素多元 真的是值得收藏 前面看到这一卷某某的纸胶带 在食物中充斥着小胖胖动物们 尤其是这个早餐系列啊 真的看了粉响捏个几把 连食物也看起来十分美味 你看这是这个狗宝 它里面真的有一只狗耶 还有胖胖三猫胎的小贴子们 合了无比的凑在一起 你看它们叠起来是多么的逗趣啊 OK 再来是两款文字款的纸胶带 一款是前面有看到过 看起来温柔又大方的疗愈字体 有很多充满温冷的字句 另外这一款呢 是带有复古感觉的阴打字体 是文具幻者的超超字 各种英文字句啊 又来拼贴复古或是上风格 是再适合不过了 上一次我们有介绍过的 捏嘴巴系列 我是入手了分装的器官款 蒸汽旁克真的是华丽又很帅气 必须要为了它来构思美丽的拼贴作品 好 接下来就是看到我们的兑换瓶 这一群素材啊 是满额还有点数兑换抽奖来的 先看到这个是日志文创铺的素材包 里面非常多样化啊 隔日立纸 复古书业 还有单色笛纸 再来感谢路人还有朋友们 上次我抽奖的点数 我换到的是 乐意的转印贴纸包 美丽的花花草草 在拼贴上真的是非常好的帮手 最后呢是重新送给我的 这一卷非常美的纸胶带 它竟然是完整的一卷是抽奖品耶 感谢大家让我获了这些美美的礼品们 再来最后我们要看到这些礼品啊 包含了一卷木田森果的纸胶带 这些啊是排队前百名的精美小礼物哦 真的是收获满棚 最后我们来看到一开始有提到的蓬蓬小孩 这个像是文具控的个人名片一样啊 要做成什么样的尺寸和风格都随你喜欢 只要可以展现出个人的style都是好卡片 希望下一次我也可以带出我的蓬蓬小卡 来和大家相见 我只在乎你从场先看到展览 我们是一路的follow追踪 和大家一起认识了好多美丽的作品 也认识到了很多可爱的设计师 以及拼贴高手们 是非常有趣的经验哦 我们下一次再一起来相聚在这一种美好的交流场合吧 拜拜